台美一直有緊密良好的溝通管道 美方事前分別在華府跟台北 就國務院 國務卿的演說向台灣詳盡簡報 外交部樂見布林肯再次重申 美方坚守對台灣的安全承諾 並且將繼續支持台灣參與國際事務 好 那這一次呢 最近有一個新聞 這個是英國金融時報報導說 美國亞太情報總指揮官史達曼 近期曾經低調來台灣訪問 跟台灣國安官員會晤的消息 有專家分析說 軍事情報署長來台 親自督查的情況很少見 尤其選在台海局勢 比較緊張的敏感時機來台 很可能是為了交換重要情報 那其實台灣美國 兩個國家 其實我們的情報每天都在交換 這也不是現在才交換 不過最近呢 因為中國跟俄羅斯很故意 他就是在拜登 在日本的同時 拜登的人還沒離開 派了戰機繞著日本飛 所以美日兩國也開始回應 總共派了應該是12架的飛機 也在這個附近做演習 所以玉慧你怎麼看 這一連串的從拜登到布林肯 這一連串的動作 它背後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我先想從台灣的媒體 到底跟中國是如何唱和的 我拿一個證據給大家看 這是我們的好朋友曾偉珍 那他把在這個中國時報跟聯合報的社論 在同一天的時候 居然跟國台辦是同一口徑 他們是怎麼說的 美拉台抗中的格局 叫做台灣未盟其力 這個是中國時報的這個社論 然後呢 你看到聯合報的社論 聯合報的社論是說 台海的議題成為拜登亞洲型的焦點 是或不是福 奇怪了耶 怎麼很像我們的中國時報跟聯合報 這個是我們的中國時報跟聯合報 我以為是人民日報 看起來很像人民日報和新華社 是不是 大家是不是都這樣覺得 所以你會覺得說台灣的報紙怎麼這麼奇怪 就剛才就echo了剛才這個阿晃所說的 所以對於同一個議題的解讀 你會發現中國時報跟這個聯合報 他們會做反向的解讀 這是一點都不意外 因為在上一次拜登在亞洲型的時候 其實中國時報跟聯合報就做過同樣的事情 那我要來給各位看的是 布林肯講的這句話 他的原文是什麼 這邊有他原文的 很抱歉因為我還來不及翻譯 但是我用綠色的這邊畫起來 我簡單的跟大家來說一下 他說我們現在所關心的是誰 我們的政策都沒有變 變的是誰 變的是北京 這是我畫的那個綠色的那個一塊 所以布林肯對中國的口氣跟態度是很凶的 他現在講說我們美國的態度是沒變 變的是你北京 那他舉出了兩個例子 第一個就是他阻止台灣在國際上面的參與 比如說像WHO的會議 還有第二個他舉出來的例子 就是他不停地在台海的附近 用軍機 用各種的方式提出挑釁 這是布林肯他緊接著他的那句話 他講說這個是等於說沒有變的是美國 美國方面或自由國家方面 有變的是北京 所以他現在這篇的演講 我想解讀就回同我剛才的第一個論調 我第一個論調就是你看到中國時報跟聯合報 講的他社論寫的 你反過來看那就是事件的真實面 那我們來看 這次其實是拜登他在亞洲行 其實有重要的兩個目的 第一個是Quad 就是印太戰略 第二個是這次的整個剛才講到 在太平洋的這個部分的叫IPEF 這個IPEF就是回到了剛才美國的商務部長 因為他舉的是標槍 標槍飛彈當初一打開 居然都是台積電的晶片 所以美國的確現在對於台灣 對於台積電是很放心沒錯 但是台灣的安全其實攸關美國的安全 他希望說美國未來的晶片 或者是所有美國生產的 要大部分都是美國生產 可是現在問題來了 中國有很多的這些設廠 或中國的投資跑到哪裡去 跑到南太平洋 跑到東南亞 所以這是IPEF想去解決的問題 所以是在第一時間點 台灣並不是在這個IPEF當中 要處理的這個問題的焦點的 priority的第一個 我覺得這個很清楚 那Quad的部分是俄物戰爭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印度他們買了一堆的俄國的飛機 然後印度的油 聽說最近退了一些訂單 因為發現不太好用 對 所以這 但是印度畢竟 它在石油的購買的部分 還是要 至少俄國可以 這狗言殘喘 所以這是拜登他要去處理 Quad跟IPEF的主要問題 但是中國跟俄羅斯很緊張 他們去舉行了這個叫做聯合戰略巡航 就是你剛剛所說的 對 繞著日本海附近飛 對 它在日本海 東海跟西太平洋的這部分 那美國跟日本的反應是馬上也做了一次演習 這一次演習其實我們先從日本的防衛 像岸信夫他講的 他認為說中俄的這個演習 是把區域的挑釁是升高到了一個新的高點 這個也是第二點他提出來 是對Quad是一個非常大的衝擊 所以美國跟日本針對這件事情 是一定要嚴正的對待 所以他馬上 美國跟日本也進行了戰鬥飛行 然後也發射了導彈 還有發射洲際飛彈 這些都是美國跟日本展現 我上次記得我在禮拜一的節目當中講 美國趁著這一次拜登在亞洲行 他去跟韓國跟日本 是形成了那個機角之勢 要堪的是中國 要堪的是朝鮮 這兩個國家是現在美國在東亞的部分 他們覺得頭大的地方 剩下來那就是 好 接下來我要談的南太平洋地區 因為最近王毅跑了十個國家對不對 十個國家 我們在這篇報導當中是八個國家 王毅 人老歸老 這真的是老技福利 跑這幾個 因為南太幾個國家我去過 他其實國家不大 但是距離還蠻遠的 蠻遠的 而且這些地方真的說不上是一個舒適的旅行 而且他沒有大飛機 他只有小飛機可以飛 對 這等一下可能遺箱可以補充 所以但是他到這邊去幹什麼呢 他到這邊去其實有重要的目的 因為他至少到索羅門這地 不是索羅斯 是索羅門 因為我們在禮拜一的時候講到索羅斯 這個因為他簽安全合作協議 然後中國的警察可以到索羅門 對 這個是等於中國的警察跑到國外去 這跟在疫情之前 義大利也曾經有這樣的情形 對 那現在索羅門也要有這樣的情形 所以這個對於美國跟澳洲 因為索羅門距離澳洲太近太近了 那一帶一路 我們看到最近整個國家破產的 這叫斯里蘭卡 這個國家事實上也是受到一帶一路 非常非常大的一個衝擊 不只還有整個在南太平洋 整個在印度洋的這個地區 也有很多的國家受到衝擊 但這一次他要去簽的是 涵蓋警務安全跟資通訊 這些都是你如果資通訊 美國跟這個五眼聯盟 做什麼樣的這個訊息的傳達 結果這個全世界都知道 至少中國可能就會先知道 這對美國來講 絕對是戰略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就再簽回來 簽回來剛才講到的是 台灣在這一次 因為我們根據英國金融時報的報導 這一次有個美國的高階將領 他叫做史達曼 史達曼他來到了台灣 在這個非常敏感的時間點 拜登的亞洲行 然後台灣的媒體正在唱衰說 你看IPF沒有台灣 跨的也不跟台灣談 台灣完蛋了 又一次這個疑台論 在這個時間點上 史達曼來到台灣 史達曼是誰啊 他是一個職業海軍軍官的這個 他的爸爸是這樣 他自己本身會這個中文 而且他事實上是在非常 他是個經驗非常豐富的一個 美國的情報官 所以他來到台灣 絕對不是來觀光 絕對也不是來 只是跟我們的國防部做一個 因為台灣跟美國的國防 做情報上面的一個交流 這是每一年都有固定的會議 但是不定期的會議 這一次他仍來到台灣 又選這個時間點來台灣 絕對是有重要的訊息交換 要交換的是什麼 就我剛剛講回來 現在中國因為怕美國的IPEF 去斷了這個中國的一帶一路 那所以他現在這個中國派王毅 趕快去南太平洋 要固守他的警務安全 還有自通去派一個 這個專門負責情報的來台灣 那我覺得這些東西你把它湊在一起的話 所以我再回頭印證 你以後看到聯合報跟中國時報的 這個新聞或社論 你要倒過來看 這樣倒過來看 你對於台灣的國際地位就會更理解 當然看這兩個報紙 或許也會對維庭欣 這個會有多加呵護 我看到我們的聊天室裡面 都在討論徐小欣 但徐小欣人並沒有來現場 但是他維庭畢竟是一個事實 也歡迎他來現場誠欣 我記得謝長廷在當民進黨主席的時候 有一次中常會不知道在討論什麼事情 那時候好像民進黨有一個重要決定要做 然後呢 剛剛玉會講了兩家報紙 其中一家的社論 就是說叫民進黨說一定要這樣做 這樣就對了 然後謝長廷在中常會裡面就拿那個報紙說 我跟你們說 這間報紙叫我們做的 絕對有陷阱 絕對有陷阱 我們絕對不能做 就是倒著看的概念 宜翔你要補充 因為其中這幾個國家包括所羅門吉里巴斯 原本都是我們的邦交國 其實我自己也去過所羅門 去了所羅門兩次 去了吉里巴斯一次 所以其實我對這邦交國也是相當了解 他們是完全是具有戰略意義所在的 其實我要講 所羅門很簡單 他對付誰 對付就是澳洲 所羅門就是在澳洲的最緊密的一個鄰居 所以今天其實大家當時 都在一模一樣的歷史 所羅門群島戰役 瓜島戰役 那瓜島戰役其實就是美國第一次跟日本帝國的軍隊 進行大型的一個陸上戰爭 但我要說的是什麼 所羅門它的軍事位置會導致很多人會聯想到你 中國去收復所羅門 是不是就是要去蓋軍事基地 那所以確實我們就一直講 我們就講說 當時如果斷交的話 他們第一件事情就蓋軍事基地 中國說沒有沒有你放心了 結果後來紐約時報就報導 隔音才不到一年 中國的國營企業已經開始在探群地點了 所以我要講還有一個吉里巴斯 吉里巴斯更有趣 因為吉里巴斯之前就是跟中國建交 後來才跟我們建交之後 然後過幾年之後又斷了 後來他跟我們建交之後對不對 我們就發現一件事情 他其實在一個小島 在吉里巴斯有一些很多小島嶼 他一個小島上有一個雷達站 這雷達站它號稱是要看外星球的對不對 但我們後來發現這雷達站它不是往上 對 它是直的 這直的呢 它直接水平是對誰呢 對澳洲 是對夏威夷 對夏威夷 對美國在夏威夷的海軍基地 所以我的意思 吉里巴斯 但是中國後來就是也導致他跟我們斷交 然後重新這個跟中國覆交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其實當時就說他最有可能做的事情就是 恢復那個雷達偵測戰的一個使用 那雷達偵測戰針對的就是美國在夏威夷 在彈牆上的一個軍事設備 所以我說這些你不要認為說這些太平洋國家人口少 這個地緣關係比較少 但事實上他們是具有戰略意義跟戰略位置 再來就是布林克這個演講來講說 中國在挑戰區域秩序的時候 其實講的不只是軍事啊 不只是這個經濟啊等等 其實講的包括還要在太平洋 中國的所作所為